台湾自由时报2月28日报道 华春莹家中被搜出500万美元现金 以及准备移民美国、在美制产等资料 已遭警方依颠覆国家政权罪移送侦办 但消息未经中共官方证实 该消息一出 立即引发不少港媒及海外中文媒体跟进报道 事实上 海外推特自由部落 2月24日就曾爆出有关华春莹被捕的消息 2月25日 自由部落在发推文称 中共外交部不但长期掌控在江泽民的亲信手中 而且是中共枉法销赃的大贼窝 已经成为习近平重点清洗的对象 华春莹是红二代 父姓钱 母姓华 推文还称 某位已退休的驻外大使透露 华春莹生活作风淫乱 是原外交部长李肇星的情妇 杨洁篪按照李肇星的推荐 提拔华春莹为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兼外交部发言人 港媒《苹果日报》28日称 中共外交部在当日下午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已经闭谣 说华春莹将于日内出来主持记者会 报道说 中共外交部例行记者会 由新闻司司长陆康 同为副司长的华春莹 耿爽等三人轮流主持 华春莹最近一次主持是在2月1日 至今已经20多天位在媒体上露面 报道引述知情人士称 目前正是华春莹轮休 并非传言所指因涉案被查 早在2016年和2017年 网上也曾流传出华春莹移民美国的消息 后来也都被官方毕摇 现年48岁的华春莹出生于江苏省淮安市淮音县 是中共第五名外交部女发言人 她从2012年接替江瑜出任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 同时担任发言人至今 华春莹上任以来 曾有多次引起争议的外交发言表现 在华春莹担任外交部发言人仅一年多之际 2013年度公布的中国人渣榜 华春莹榜上有名 排名区百名人渣中的第32位 华春莹上榜的理由是 当时她回应外媒提问 南方周末的新年现词被广东宣传部修改 是否有备于中方提倡的新闻自由时 她声称中共不存在所谓新闻审查制度 媒体有舆论监督权力等 被只睁着眼睛说瞎话 中共十九届三中全会之前 钟南还以中央委员会的名义 公布修宪的加急建议 因其中包含取消国家主席 副主席的任期限制 引发群情汹涌 习近平为何不等到他第二个任期快结束 权力更稳固时才提出取消任期限制 而非要在第二个任期之初就匆匆祭出去见 触动强烈反弹呢 如果把这次与取消任期限制一起 捆绑销售的几思想和监察委入线放在一起看 就能明白 其实此举并非偶然 修宪对习近平来说是大事 既有习思想和监察委齐齐入线的东风 让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趁热打铁 搭火暗堵陈仓 就是最好的时机 修宪如果分批进行 除了平度派密易受非议之外 为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单独修宪一次 孤家寡相 数大招风 只怕吸引的炮火会更猛烈 而从习近平在军改时 一夜间换天地的手法来看 这一打包入线 避免夜长梦多的作派 也很符合习氏风格 在十九大之前 习将激斗 令政局难得一见的暗云轨绝 习近平在十九大上力图实现的目标有三 把习思想以冠名的方式写入党章 习家军攻占政治局 让王岐山留任 在倒习的一方通过海外爆料猛攻王岐山之下 习以丢居宝帅的方式 让王岐山与三明江派常委 张德江 刘云山 张高丽同归于晋一同退长 保住了前两个目标的实现 而习在十九届三中全会的目标则有四个 把习思想写入宪法 把兼查为写入宪法 取消国家主席和副主席任期的宪法限制 让王岐山回庐接任国家副主席 前两个目标 因为有此前的铺垫 习近平遇到的阻力较小 但第三个目标属于暗堵陈仓 第四个目标属于迂回逆习 触动倒习势力的新一轮狙击在所难免 这个阻力点的落脚处 显出一个人选 张德江 张德江虽然已经离开政治局常委会 但在立战书或正式任命之前 张依然是人大委员长 而人大是正式修宪必须通过的爱口 如果张德江斜橡皮图张知名 刑虚机制时 在纠河刘云山的宣传口残部 双方背后自然难逃一场恶斗 回看十九大前党章修订草案的公布 当时官方并未披露全文 直到十九大生米煮成熟饭后 外界才确凿知道具体改了什么 但此次修宪的建议在二中全会后的 一月二十六日就已写成 但直到二月二十五日才公布 比三中全会仅提前的一天 对照此前十六大的修宪模式 是在一中全会后的十二月十二日 写成修宪建议 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公布 次年二月二十四日开二中全会讨论 从写成到公布只用了十天 而且是提前了两个月公布 不妨这样猜测 习近平是试图打破旧例 遵循与修党章类似的隐秘模式 以避免直接踩上舆论地雷 但是在三中全会召开的前一天 建议还是按就例提前露头 这是不小心骂师前提 还是被对头释放临门按枪逼出水面 大家尽可尽猜 十九大之前 习近平突然提前一个多月 对军委大换班 人为制造了一个新秀军委 全力打劫的空窗期 令外界诧异 而这个军委换却提前 虽然与当下修宪建议的 提前公布情况有异 但其背后的喜江拳斗幕布 却是同款 既然事后证实 房峰辉 张扬两名军委委员 就是在上述军委换却空窗期被撂倒 那么 这次修宪风波过后 是否会有什么人应声落水 对看客而言 也就是可以预期之事 习近平当局审议删除宪法中 国家主席任期限制的表述 外界褒贬不一 有分析认为 习近平在下一盘更大的棋 中共十九届三中全会前一天 新华社英文版于25日突然公布 中共中央委员会向中共人大常委会提出修宪建议 其中包括删除宪法中 国家主席与副主席连任不得超过两届的限制 尽管修改意见要在三月召开的中共两会上才得以确认 但因其必然会通过 这将预示着习近平在第二个五年任期之后继续连任 消息一出 立即引发国内外舆论的强烈反响 2月27日澳大利亚人报报道称 悉尼科技大学中国研究副教授冯崇义博士表示 对于北京当局最新的修宪建议并不感到惊讶 他说 在过去五年 习近平一直在为集权努力 现在他终于用法治的工具巩固了自己的地位 对于不少声音质疑 这是回到毛时代独裁的节奏 悉尼前世议会候选人谢宏认为 人们太过容易做出习近平是独裁者的结论 相反 他认为习近平既不会成为皇帝 中国也不会回到毛泽东时代 他说 虽然中国仍然是一党专制国家 但是以今天的信息技术 互联网 微信 大量移民 学生和中国游客来看 共产党怎么可能封锁所有的信息 天使地利 现在的世界已经与毛泽东的时代完全不同了 所以也不可能回到当时那样的集权的 他认为 这为习近平实现更大的政治和社会改革 奠定了必要的法理基础 也只有当他能完全掌握绝对的权力 他才能去面对中国分化的 盘根错节的政治观念 复杂的利益集团进行改革 谢宏表示 要知道 在中国进行政治改革 所面临的巨大风险和障碍 其复杂程度远超出想象 而习近平还没有亮出底牌 没有人知道会怎样 现在所有这些解读都只是猜测 2月23日 安邦集团董事长吴小辉被公诉 24日宣布26日至28日三中全会召开 当晚 国务院大秘杨精被撤职 25日新华社公布修改宪法的内容 这一系列动作都被外界解读为 习近平为连任铺路 扫除党内障碍 时事评论员夏小强分析认为 习近平修改宪法中国家主席 和副主席任期的做法 是习不设接班人之后的后续动作 此举改变了中共次 邓小平起隔代制定接班人之后的 权力交接模式 预示着未来政局将发生巨大变化 他说 习近平在十九大上不设立接班人 改变了中共的政治运行轨迹和规则 他这样做的原因 从政治层面上来讲 可能是为了防止政敌的反击 从更深层来讲 或许是一种天意 预示着中共政权将走向终结 2月25日 新华社公布中共中央关于修宪的建议 其中包括删除国家主席任期限制 26日 中共军报及报道称 全军和武警部队都坚决拥护 中共中央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 这是一篇对全国各地驻军的综合采访报道 说明当局公布修宪内容之后 军队可能马上下达了全军学习贯彻的政治任务 时政评论员唐靖远认为 军队率先表示支持修宪 说明了两点 一个是习近平却以掌控军队大局 另一个是军方率先表态 客观上对其他部门和地方官员有施压效果 这是中共官场政治常态 美媒分析 习近平在中共两会前突然提前公开修宪内容 并紧急召开三中全会 说明在修宪和人事安排上遭遇阻力 另外 新华社25日公布的文件 名义上是中共中央委员会关于修宪的建议 落款是1月26日 不过 中共中央委员会召开二中全会 集中讨论修宪的时间是1月18日至19日 会后的官方通报中只提及中共宪法 将写入习思想和增加国家监察委的内容 并没有提到修改国家主席任期 时政评论员陈破空认为 很可能在二中全会上修改任期一事预阻 没有通过 1月26日的中共中央委员会文件 是事后做工作才达成的协议 但纽约时报报道称 二中全会的官方声明比较含糊 没有暗示修改任期 是有意保密至今 中共十九大前 军队高层人士大清洗 中共中央军委的架构出现重大调整 被认为是习近平提前布局 防止江派兵变 此外 原联合参谋部参谋长房峰辉 政治工作部主任张阳去年8月被查 今年又传出原军委副主席范长龙落马的消息 中共十八大后 习近平用了五年时间 通过军改和反腐对军队进行人事清洗 十九大前被认为真正军权在握 达到了枪指挥党的效果 使得江派人马再也无法向起叫板 与西方民选政府不同 中共政权建立的理论根基就是靠暴力 其权力架构和运作规则决定了枪杆子里出政权 中共内部权争忠 各派系都是意图首先抓稳军权 世界门新闻网 mnewstv.com 台湾自由时报 2月28日报道 华春莹家中被搜出500万美元现金 以及准备移民美国 在美制产等资料 已遭警方一颠覆国家政权罪移送侦办 但消息未经中共官方证实 该消息一出 立即引发不少港媒及海外中文媒体跟进报道 事实上 海外推特自由不落 2月24日就曾爆出有关华春莹被捕的消息 2月25日 自由不落再发推文称 中共外交部不但长期掌控在江泽民的亲信手中 而且是中共枉法销赃的大贼窝 已经成为习近平重点清洗的对象 华春莹是红二代 父姓钱 母姓华 推文还称 某位已退休的驻外大使透露 华春莹生活作风淫乱 是原外交部长李肇星的情妇 杨洁篪按照李肇星的推荐 提拔华春莹为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兼外交部发言人 港媒苹果日报28日称 中共外交部在当日下午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已经闭秒 说华春莹将于日内出来主持记者会 报道说 中共外交部例行记者会 由新闻司司长陆康 同为副司长的华春莹 耿爽等三人轮流主持 华春莹最近一次主持是在2月1日 至今已经20多天位在媒体上露面 报道引述知情人士称 目前正是华春莹轮休 并非传言所指因涉案被查 早在2016年和2017年位新闻审查制度 媒体有舆论监督权壁等 被只睁着眼睛说瞎话 中共十九届三中全会之前 中南海以中央委员会的名义 公布修宪的加急建议 因其中包含取消国家主席 副主席的任期限制 引发群情汹涌 习近平为何不等到他第二个任期快结束 权力更稳固时才提出取消任期限制 而非要在第二个任期之初就匆匆祭出去见 触动强烈反弹呢 如果把这次与取消任期限制一起 捆绑销售的洗思想和监察委入线放在一起看 就能明白 其实此举并非偶然 修宪对习近平来说是大事 既有洗思想和监察委齐期入线的东风 让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趁热打铁 搭火暗堵陈仓 就是最好的时机 修宪如果分批进行 除了平度派密易受非议之外 为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 单独修宪一次 孤家寡相 数大招风 只怕吸引的炮火会更猛烈 而从习近平在军赶时 一夜间换天地的手法来看 这一打包入线 避免夜长梦多的作派 也很符合习式风格 在十九大之前 习将激斗 令政局难得一见的暗云诡诀 习近平在十九大上 力图实现的目标有三 把习思想以冠名的方式写入党章 习家军攻占政治局 让王岐山留任 在倒习的一方通过海外爆料 猛攻王岐山之下 习以丢居宝帅的方式 让王岐 网上也曾流传出 华春莹移民美国的消息 后来也都被官方毙咬 现年48岁的华春莹 出生于江苏省淮安市淮音县 是中共第五名外交部女发言人 她从2012年接替江渝 出任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 同时担任发言人至今 华春莹上任以来 曾有多次引起争议的 外交发言表现 在华春莹担任外交部发言人 仅一年多之际 2013年度公布的中国人渣榜 华春莹榜上有名 排名区百名人渣中的第32位 华春莹上榜的理由是 当时她回应外媒提问 南方周末的新年献词 被广东宣传部修改 是否有备于中方提倡的新闻自由时 她声称中共不存在所 暗示伤部修改参重品 Antoine typ彩